小白领詹妮准备放假回家 此时电梯停住了 上来的是衣着考究的阿盖 手持好久的阿盖 看到詹妮手中的礼物 不相识的两人简单寒暄了两句 突然整个电梯猛然一抖 电力消失了 除了灯光依旧正常运转外 所有的呼叫 报警按钮全都失效了 他们被困在地下四层 这一下两人慌了 对着摄像头狂舞手臂 砸着电梯门大声吼叫 然而一点回应也没有 保安不会也放假了吧 他们决定自救 搭起人梯就往电梯顶部摸索起来 然而顶部好像铁板一块 完全没有逃生口 一个小时过去 两人席地而坐 设想着最坏的情况 那就是被困到下周二 假期结束 好在两人都各自带了点食物和水在身上 只好边聊天边等待救援 可最尴尬的情况出现了 詹妮要憋不住了 阿盖绅士的转身捂住耳朵 让对方释放在保温瓶中 经过这一遭 两个患难男女之间的关系 拉近了不少 一起喝着小酒 话起肖像打发时间 阿盖还透露出自己 曾在大唐见过詹妮 言语之间颇有点一见清新的意味 氛围顿时有些微妙 詹妮却开始聊起刺激的话题 谈话间微妙的气氛彻底走火了 一番美妙的体验过后 两人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阿盖以为两人能结下良缘 却没想到詹妮穿上裤子就翻脸了 她表示自己本就要找前男友复合 和阿盖之间只是一夜情罢了 阿盖愣住了 然而她却说出一个可怕的事实 阿盖注意到詹妮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几百次几千次了 她对詹妮的熟悉程度精准到了她上下班的准确时间 她在公司的监控范围内的各个行为习惯 阿盖都了如指掌 没错 阿盖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主管 她只不过是个保安 她为了得到詹妮精心策划了整起受困事件 可惜依然没能得到詹妮的心 说完 她扎进电梯钥匙 恢复了电梯电力 准备放詹妮离开 看着电力恢复的电梯 詹妮终于意识到自己中圈套了 怒气瞬间涌上心头 詹妮愤怒地表示要将阿盖送进监狱 把牢底坐穿 这样绝情的话语 让本来悲伤的阿盖清醒过来 那她可不能让詹妮走了啊 她再次关停了电梯 这下詹妮彻底急了 在打斗中 钥匙被詹妮意外踢断 两方也在缠斗中双双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 阿盖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 否则真就要被困 整整三天了 她拿起保温杯往天花板砸 还真让她砸出了一道逃生口 可问题是 人力提顶太高了 阿盖不相信詹妮 便让对方把她顶上去 出去后再来救人 可詹妮表示自己可顶不动 她更轻 不如两人换换 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事 她哪里舍得阿盖进监狱 不可能报警 并表示只要两人出去了 立马就去度蜜月 被甜言蜜语冲昏头脑的阿盖同意了 她将詹妮顶了上去 本以为能够收获爱情 她却只得到了詹妮友好的问候 阿盖意识到自己被这个女人欺骗了 她瞬间狂怒 用衣服勾住了梯顶 爬了上去 猎杀开始了 她在詹妮身后紧追不舍 正当詹妮离生路紧一步直摇时 却被追上来的阿盖 重新拽入了深渊之中 两人重重地追进电梯里 再次昏迷了过去 这时保安龙套哥带着女友回到了公司 看见监控里那混乱的场景 她立马过去救人 清醒后的詹妮朝她大声呼救 随之醒来的阿盖 却让龙套哥把电梯钥匙交给她 龙套哥没有多想便丢了进去 然而阿盖却表示钥匙没用 让龙套哥爬进去帮忙 可刚爬到一半 电梯却启动了 阿盖将詹妮打晕 塞进汽车后备箱里 又回来将龙套哥的尸体 踢进电梯井中 结果刚回到大堂 山光录像监控 却发现了龙套哥的女友 这下阿盖再次开了杀戒 让这对情侣团圆了 随后阿盖带着詹妮 来到偏僻的身像 给染血的衣物 倒上汽油 等她打开后备箱时 却发现詹妮双目无神 一动不动地躺着 阿盖判断詹妮死了 只好继续处理脏物 可一个回头 却被詹妮直接打倒 接着詹妮便立马开车逃跑 可刚起步 詹妮想到了对方做的一切 她毫不犹豫地挂上倒挡 飞速往后撞去 在这狭窄的死相 阿盖逼无可避 被撞了个正着 倒进了沾满血液 与汽油的杂物之中 看着这个垂死的男人 詹妮点上了 对方身上的雪茄 深吸了一口 便将冒着火的雪茄 还给了一斤半身不随 满身汽油与罪恶的阿盖 最后潇洒离去 真是一对狠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名叫下行 出自美剧 走进黑暗第一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